这是警方解救被拐妇女的正式影像 60秒骗走一个女大学生 两个小时就能拐走50个孩子 他们被卖到偏远山区 于是隔绝 有的被打断手脚 有的则被折磨到精神市场 彻底沦为生与共俊 由于画面太过残忍 令无数父母看口上心欲绝 1995年 一个年轻的妇女 慌慌张张地跑到了陕西省朔州的公案局内 见到警察后 二话没说直接跪倒在地 泪流满面地恳求警察救救他们 女子名叫王娟 是朔州本地人 朔州地广人西经济比较落后 再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 因此在一些偏远小山村里 女人少之又少 而那里也就成为了买卖妇女的最佳之地 王娟同村的四个小姐妹 就是被拐卖过来的 她们来自湖湖四海 起初也想过逃跑 但由于人生地不熟 再加上根本没用路费 因此很快就被发现 被抓回去后 不仅要忍受一顿毒打 还会像牲口一样 用铁链拴住脖子和叫怀 对于他们来说 最难好的时光莫过于晚上的时光 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男人 即使他们抗拒挣扎 却还是无能为力 只能认诱男人肆意糟蹋 多次密谋逃跑失败后 他们不再硬不硬 而是和村里人打好关系 等大家放松对他们的警惕后 才派王娟出来报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 火速赶到王娟的村子里 由于发展落后 因此大家看到这么多警车和警察 都觉得非常稀奇 纷纷上见为官 警方走进第一个受害人 罗展华家里 他是吉林人 被拐卖到这里 已经有三年时间了 多次的逃跑失败 早就令他心灰意冷 此时面对警察的到来 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然而 等警方询问他 愿不愿意离开这里时 他却没就任何犹豫地表示 愿意离开 甚至连东西都不想收拾 直接就要跟警方离开 随后 被拐妇女 由于被拐来的时间太久了 长时间思念亲人 再加上买主的折磨 他最终精神崩溃 并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 生下了一个男婴 面对警方的询问 明明回家的希望就在眼前 他却连一句怨意 都无法说出口 按照当时的规定 要带走被拐妇女 必须要经过他本人的同意 但由于他神志不清 因此警方并不就得到 确切的回答 也并不就将他顺利带走 原本一切进行的都非常顺利 然而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这是山西警方解救被拐妇女的真实画面 60秒拐走一个女大绝生 4000元转手就能找到买家 只要生不出儿子 就强迫杰克赚钱 被拐妇女的人生究竟有多击惨 1995年 山西警方解救三名被拐妇女后 正准备离开时 一个男人却突然冲了上来 她是第四个被拐妇女的丈夫 声称自己花了3000块钱买来的媳妇 合情合理 因此警方不能把人带走 为此 她一直对警车穷追不舍 她满头白发的老母亲 更是拖着年妹的身躯 跟在后面破口大骂 原来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也许你会觉得他们委屈可怜 然而事实上 这已经是他们买来的第二个媳妇了 先前买来的那个 因为始终们就生出男孩 就被他们无情的转手卖给了其他人 催眠们见此轻情 也纷纷出面阻拦警车 其中一个中年妇女 更是气愤填膺的质问警方 人家花钱买来的媳妇 凭什么要被带走 即使警方一遍遍地解释 买卖人口是违法行为 但他们却根本听不进去 坚持认为花了钱就是恶利的 同样的情况 而另一边的刘景沟村也正在上演 王玉芬的丈夫饭满 仅花费了4000块钱 就买断了她的人生 警方赶到饭满家时 她的家人正在向往常提供劳作 原本饭满的母亲还不知道 为何警方会突然找上门 然而当警方提出王玉芬的名字时 她却瞬间提高了警惕 企图喊来儿子阻止警方的行为 为此警方不得不将饭满控制起来 得到王玉芬明确表示 想要离开的回答后 警方立即行动起来 然而却遭到了饭满及其家人的强力反对 为此一名警官不得不停下来 耐心地为他们解释 将王玉芬带走的原因 但此时的饭满压根什么都听不进去 甚至多次选家上前阻拦工作人员 村长得知消息后 也上前阻拦警方办案 一口一个他们是花了钱的 就好像只要花了钱 就能将买卖人口的事情一笔勾销 正当警官安抚饭满的情绪时 身后的饭满却突然挣脱了束缚 趁着警官们就防备 冲上了狠狠地袭击了警官 随后就冲向警车 企图将王玉芬来下车 而他的母亲也紧跟其后 为了阻拦警车 甚至直接坐在车上嚎啕大哭 紧紧地抓住车前的保险干不放 经过一番劝劫后 村长似乎意识到了 买卖人口是违法的行为 在他的帮助下 最终将王玉芬成功带走 随后警方雷霆出击 共解救了130名被拐的妇女 然而却和有数百名女性 因为性命和地址不详 无法获得解救 在这些被拐妇女中 有一个叫做何玉琼的女人 却显得格外特殊 她是我国最年轻的人贩子 年仅18岁 不仅拐卖了30名妇女 还在短短几天之内 就获利上万元 被判死刑后 却嚣张表示自己没有错 那么她究竟做了什么 1977年 何鱼琼出生在四川八山的 一个贫穷的农户家中 由于家里条件不好 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家里人觉得 女孩子读书没什么用 因此供她断断续续的 读完小学后 就让她输学 和同村的熟人 一起去北京打工 由于年龄小 文化水平不高 还没有一几之长 因此好的企业 根本就不要她 她只能到服装店买衣服 到饭店刷盘子 当地人非常排外 觉得她一个小女生好欺负 于是就经常 无故客购她的工资 因此虽然来到了大城市 好几年 但何鱼琼却根本没有随到钱 为此 她经常到当地的人才市场转游 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 这天 她向往常印象 来到了人才市场 突然一个男人凑到她面前 男人先是将她一顿乱花 随后就询问她是不是在找工作 男人说自己正在招商店服务员 不仅薪资待遇封后 还抱持抱住 何鱼琼没想到 天下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 于是二话没说 就和男人走了 男人以填报信息为由 将她带回住处 随后递给她一张表格 让她把个人信息填上去 等何鱼琼刚填好信息 男人就迫不及待地扑了上来 事后 何鱼琼想要报警 却被男人以知道她的信息 和家庭住者为由 威胁她不准声唱 否则她的家人就别想活命了 随后她就告诉何鱼琼 不如好好地跟着她干 只要何鱼琼将她今天说的话 圆蒙圆圆地说给其他人听 以后绝对能够吃相地喝辣的 起初何鱼琼还不太在意 但当她成功骗了一个妇女时 男人果真给了她两千多块钱 拿到钱后 何鱼琼的内心激动不已 这些钱相当于她一年的工资了 没想到 只需要动动嘴鼻子 就能挣到这么多钱 何鱼琼沉浸在自己的发财梦中 于是更加卖力地到街上诱骗妇女 由于她比较年轻又是女性 因此女人对她基本上没有戒备心 凭借这个优势 何鱼琼先后骗到了30多名女性 获利上话缘 1995年 何鱼琼被抓失才刚刚18岁 对于审判 她不仅拒不认错 还坚持称自己是合理买卖 是为了农村的美满家庭 解救单身汉的正义行为 不知道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 被她拐卖的妇女究竟有多几惨 原本人家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有丈夫和孩子 却因为她的自私自利 被诱骗到了偏远地区 和陌生的男人发生关系 并生下孩子 即使被解救出来 还就重新面临骨肉分离的局面 这些被拐妇女的人生 又该由谁来负责呢